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35岁之后 很多人会发现 腰开始会酸会痛 因为这段期间 就是我们的元气 又俗称肾气开始衰退 所以很容易反映在我们的腰酸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来做一套 非常有用的松腰功 首先两脚张开来 两手抬起 做颤掌开功法 我们透过颤掌疏通我们的经络 让我们的气血循环会更好 好 停下来之后 两手慢慢地落下 那今天不一样的地方是 把你的脚合并起来 把我们的大拇指 放在后腰的腰眼 你哪里比较酸痛的地方 用两个大拇指点在那个地方 接着膝盖微弯 然后向后一样 数一 二 三 站起来 第二次膝盖微弯 向后一 二 三 回来 第三次膝盖微弯 一 二 三 站起来之后 请你把右脚张开来 然后我们从左边开始 来做一个松火 好 预备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做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 除了腰转动 要记得哦 膝盖也要跟着动 整个背部 整个肩膀 向左右两边 做转动 做十八下之后 我们再回到前方 再把我们的右脚合起来 再次把我们的手放在后腰 从侧面大家看一下 膝盖微弯 向后一 二 三 然后站起来 第二次向后一 二 三 站起来 第三次 一 二 三 站起来 再次把脚张开 我们从右边开始 做松火 整个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